有些人就說學讀音要怎麼這麼執著 聽得明白就算了 很多時候我就認為這種的明白 只不過在自己的耳朵出發而已 就不是在那種語言的 Native speakers 的耳朵出發 以英文為例大家都知道 th 和 th 在英文裡面是兩個音 有些人就說不用這麼認真 free 就可以了 free 都聽得明白 one two three 挺好 但其實只不過是我們受了母語的影響 耳朵就聽不到th 和 th 的分別 以為英文裡面這個分別是一點都不重要的 情形就好像廣東話裡面 我們是用聲調去分別的字 s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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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六個不同的字 如果一個本身講英文的人走到廣東話 他的耳朵一樣會受了他們的母語影響 就聽不到這些高低音的分別 所以媽媽叫我吃飯和媽媽叫我吃飯 在他們的耳朵聽起來是一樣的 但在我們native的廣東話耳朵裡面 這個分別你又覺得重不重要呢 但有時候這些分別確實是很難掌握的 而我們都很熟悉何國榮先生為例 他住在香港已經差不多30年 他的廣東話都可以說是接近99.99%的完美 但如果細心一點聽 我們試用native的廣東話耳朵去聽 可能會聽到一點點那麼多的 怎麼說呢 怪怪的 但我們就未必知道 這些怪怪的是怎樣來的 今天就等我試用少少語音學上面的方法 就嘗試抽一點點來分析 希望大家就會明白多些 這個是蘋果棟新聞之前那個訪問 我們去聽一下第一句 聽到嗎 如果你留心一點聽 第一個字 第一句就聽到 我是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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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廣東話裡面 我們那個我 字的聲調就跟他們 他講的那個我是有點不同的 聽到嗎 我是覺得 即是我們廣東話 那他那個版本的呃是覺得 是嗎 差一點點 我會不會為香港而死 未知 老實說話的嘛 這是這個老實說話的 留心聽 說話的嘛 老實說話的嘛 知道 老實說話的嘛 知道 老實說話的嘛 那呢 老實的實字 我們讀廣東話的時候 讀完實字的時候 那條舌是會頂在牙後面的位 即是那個 你叫做始曹位 老實 老實 是吧 但是他的版本呢 那條舌是厚了一點點的 他又未到 很厚很厚 但是 肯定已經不是那個始曹位 所以你聽到他的版本就是 老實 或者甚至是老實 老實 是不是 厚了一點點 老實說話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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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賀國榮 那你是五十歲 我是賀國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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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賀國榮 就不是我們日常所講的賀國榮 他講的是賀國榮 但是我們講的是賀國榮 可以嗎 這些就是如果細心地聽 即是用語音學的角度去看 他的廣東話都是一點點的分別 學一種外語 判斷某一些元素是否重要呢 我認為就不可以在自己的無語出發 一定要在那隻外語的 Native Speakers的耳朵裡面出發 我們才可以知道那個元素是否重要 如果不是在他們 Native Speakers的角度 他們會可能覺得一些英文 嗯 怪怪的 但是又不知道怎樣形容出來 那至於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你覺得那些元素是否重要 你需要不需要去學呢 那就自己要判斷了 如果覺得這些片幫到你的朋友仔 不妨幫我做少少東西 Like a page 或者Subscribe 那最新的教學影片 就會中到你手上了